作為政壇前輩新竹市議員彭坤 要對高鴻安充滿的期待與期許 他特別在市政總質詢上 提醒高鴻安要轉換選舉的心情 應該積極處理各項延宕許久的市政 就好比新竹棒球場的問題 他很希望問題可以早日解決 明年可以看到球場順利開打 這是高鴻安的工作也是責任 該要最佳就要最佳 該要變更設計就要變更設計 該要處理就要處理 我只想說尤其是我們的 臺灣城最大的一個 12億的一個棒球場 棒球場經過幾次的開發以後 我想應該要一個結束 該有問題的我們獎場上 趕快把它完成這個有瑕疵的一些 塗好水掛好趕快完成 這個重大的一個工程 是臺灣城鼠木的一個工程 希望在他趕快把這些工程趕快把它完成 希望他明年可以開幕 可以開打 至於新竹市議員劉康彥 今天給高鴻安來了一場嚴格的考試 5月19號新竹市降下好大雨 南寮中寮里許多地區出現激淹水 劉康彥認為新竹市政府的應變太慢 也不清楚水往哪裡排 他要求市政府應該要做好功課 除了要給議員們正確的資訊以外 也要做出正確的應變措施 才能避免民眾財產受到損失 上個月519凌晨新竹地區瞬間強降雨 在中寮里南寮里這一帶有非常嚴重的激淹水 但是新竹市政府並沒有即時的啟動 南寮抽水戰的抽牌 導致這個淹水的情況 這個激水沒辦法迅速的退出 那麼事後市府在回應我的疑問的時候 居然還用錯誤的資訊 指這些側溝收集的排水幹線是F幹線 實際上是應該是滴幹線 然後在天府熔冰路口 分流到B幹線往南寮抽水戰 所以市政府提供錯誤的資訊 然後誤導市民 然後敷衍議員 這是個相當不可取的行為 那我們目前的話 其實在去年完成了天府路低幹線 往B幹線分流 也就是在熔冰路分流的一個情形之後 其實目前519大部分的排水的部分 其實大概都集中到B幹線 往南寮抽水戰那個方向 往外排 那我們在519當天的話 其實在當天上午的部分的話 其實也有緊急啟動的南寮抽水戰 後續一個情形 也因應當天10點一個大潮 那所以說在目前的情形之下的話 大概整體搭配上來講的話 我們還是會繼續處理 後續在整個南寮地區 短期以輕溝輸進的方式為主 那中期的部分的話 當然劉議員的部分 也有給我們良好的建議 就是增加一些 甚至雨水效果到插管等等 甚至志宏斯的發明考量 我們都會整體來做出 新竹市議員張祖言 特別要來關心交通議題 他整理了許多道路標線的照片 認為這些標線畫線錯誤 規劃不當 甚至有行人穿越道 連接到曹化線 但曹化線一規定 並不能提供行人走路 像這樣的狀況 也出現在機車跟人行道的狀況 交通處應該都要儘速來改善 這個曹化線是銜接行人穿越道 過了曹化線才可以到達人行道 所以當人們從行人穿越道 要到人行道上的時候 該怎麼過去呢 要學兔子跳還是要學袋鼠跳 新竹市要增加行人安全 大家都很認同 但是增加行人安全的時候 我們不要把這個機車 逼迫成為機車地獄 對不對 所有的人都要安全 所有的車也都要安全 曹化線的畫設 必須要有周延的思考 要讓行人安全 要讓機車安全 也要讓汽車安全 那至於人行道 與這個路口的一個曹化線的部分 也會進行一些修改 另外就是我們會盡量在一些 道路上的曹化線的部分 也會增設標線行人行道 讓行人與車數 都能夠得到平衡的一個改善 讓行人低域 以及死傷人數 這兩件事情 都能夠得到解決 經過將近一個月的時間 新竹議會定期會已經接近尾聲 但今天的質詢過後 市府官員們 對於議員們還是不能稍有鬆懈 畢竟議員們為名喉舌 都希望來為官員們上井發條 持續推動新竹市的建設與發展 記者林彦斌 劉淑芬 新竹採訪報導